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兩個小時一個人說話 不要一個人說話 一個人單不嘉賓 先頭有些壓力嗎 沒有 即是你ok的 你這個人 我做開公關的嘛 這些事情應該很習慣 都是的 做訪問那些 不過平時是別人訪問 我在旁邊看著 都是幫助別人 所以你剛才好笑 你講起一些咖啡室的市場方面的競爭 你真的很分析 好像臭臭臭 你好像不是很擔心自己的生意 不是 我都擔心的 我很有競爭的 我都擔心的 這麼多競爭 但是so far現在生意ok的 現在ok的 那我和我的朋友過來試過 大家那次都很滿意的 即不單止是咖啡滿意 而食品都頗滿意 多謝多謝 我那天好笑 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就說我很厭倦那些咖啡室的食物 但他的意思就不是你這種 而有些咖啡室就做一些疑似西餐仔的東西 即是full breakfast 那些 有些可能煎幾塊雞扒 那些 但他說他很討厭 因為他覺得那些人根本不懂煮東西 因為有時你煎一塊雞扒也有學問 是的 譬如如果你自己要求低 你買一塊雪藏雞扒解凍之後 醃了薑煎 ok的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餐廳 或者你有經驗的廚師 你會可以令到雞肉 那些肉是完全軟熟 而雞皮可以煎到全部脆 那這個就是分別所在 但很多人都是 很多咖啡室有時他們煮東西都可能在家裡練 或者上網學過 他們這些是直出的 是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定位就不是野食為主 不是做煮食 不是煮食為主 我們是輕食 但我們就算輕食其實也很有要求 即是剛才說的三文治 其實那個汁怎樣調配 或者裡面的材料夠不夠新鮮 即是那些都很大的要求 其實連那塊包我們都精心挑選過 那塊包不是普通的沙刀 即是都是一些特別少少的品種 明白明白 所以經營的那個學問真的有很多 好了 然後西環附近有很多小店 你也選了很多個來推薦 其實我選的全部都是一些小店 就是我真的開了一間咖啡室之後 都要找飯吃 我自己是很餵吃的 經常找找 那我自己試過 然後發現原來我身邊 即是西環附近 其實也有很多一些小店 是很好吃的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人說的 你說的那些是比較少人說的 即是真的很街道 很街坊 很街坊很地道的小店 但是有幾好吃的東西 有些東西見到人 譬如第一間是Trattoria Queen Hollywood 看第二個檔案 這個就只是吃意大利菜 它是日本乘以意大利Fusion餐 那是Trattoria 我以為是意大利小館 其實它的形式是意大利小館 但是它裡面的廚師是日本人 我沒有聽過這間店 是不是 其實它真的是一間小小小店 Food Boca Friend 沒有去 也沒有說過 但是很神奇的是它很富 那是哪些人去呢 就是附近的人 不知道 可能大家吃完之後 我自己吃完第一次 第二個星期回去 富 第三個星期富 經常打去問 要抱著電話打去問 可不可以訂台 可以 那它人還是鬼多些呢 各半 我想 那它消費會不會很貴呢 其實平均可能都要三至四百元一個人 OK的了 現在呢 有一次好笑 我是預約那些什麼 Eat-a-go 即是吃泰國菜 那有特價 吃完之後每人都三百元 OK 我沒有打算泰國菜三百元 但是我吃得OK的 只不過你拿完特價都三百元 那如果你說這個吃完之後 吃四百元都OK 夜晚就會貴一些 因為夜晚的選擇都挺多 首先它有很多海鮮的食物 它的海鮮很新鮮 很漂亮 一定貴 它有蠔那些 這個就是蜆肉意粉 它用蒜蓉去做地 好好吃 真的嗎 真的很好吃 你工作上也吃得很多好東西 是的 那麼蜆肉意粉 很多地方都好吃 也很多地方炸得爆 我想主要是它食材很新鮮 還有有時候質色調 對 它的做法是很好 它這碟多少錢 好像是百多元 百多元 對 有些地方八二元的 衣服意粉真的不能吃 對 所以我就發掘了一個 很棒的小店 你真的要去吃 我想訂桌 是的 好 接著下一個 我也覺得挺特別 因為它選擇的麵 那個質感和形狀很強勁 是四方形少少的意大利麵 是的 它的意粉是它自己做的 正 我想是它其中一個招牌菜 就是海膽 意粉 它的海膽真的很新鮮 我知道外面很多地方都有海膽意粉 但是有時候你吃下去 是有點散散的那種感覺 那種味道 海水味可能又會很重 以為用海水味代表新鮮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們的做法 但這隻反而沒有很重的海水味 但你吃每一口海膽味 是很濃的 真的整個口都是海膽 很棒 那這個應該要貴一點 這個是貴一點點 而且它的份量不是很大 但你吃完其實也很滿足 我這樣看也是 即是它不是很大碟的 不是那些大碟的 我想它的意粉本身 僅近100克之內 是的 所以你要叫幾樣東西一起吃 明白 最後一個它的份量值也不算多 但意粉不代表不足夠 這個意粉 是 這個是明太子 我想因為它日式Fusion 這個明太子做得很好 它攪到整碟意粉都有明太子包著 嗯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多 點不多地方空 不是 它整個意粉 裡面已經很飽滿 很飽滿 每條麵都貼著醬 是的 再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很特別 它是皮蛋芫茜沙律 全部種了一些大家會 那個紛爭度很高的材料 是的 其實它又很搞笑 它的廚師跟它聊過 因為吃完我都真的很驚訝 我覺得很有心機 每一碟菜 它自己是日本人 它很喜歡逛街市 它很喜歡香港的地道食物 它另外有一個標誌是煲仔飯 但是它是用西式的方法煮 是 意大利式的方法煮 但是又是很特別 那這個呢 它就說皮蛋這件事 它很喜歡 它吃完之後很難忘 那它就想怎樣可以 在沙律裡面 那它就加了芫茜 因為它吃了皮蛋加了芫茜很配 那混合新鮮的菜 變成一個皮蛋芫茜沙律 如果加上台灣式的豆腐也對 整碟變成了台灣菜 對 但是這個很棒 而且它的顏色很漂亮 很翠綠 這個廚師好像也挺好玩 很有心機 很有創意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叫Trataria Queen Hollywood 然後有一間就是吃西芳芽菜的 Napoloma 下張照 麻煩你 如果你在Facebook找Napoloma 應該找了很多個餐廳 Napoloma的名字在西班牙很普遍 西班牙很普遍 但它就在正我咖啡店對面 是嗎 是呀很近 是嗎 在正我咖啡店對面 OK 它其實是上樓的 它有一個小小的露台 可以在外面喝酒和聊天 其實它的餐廳是走一些比較隨便的路線 即不是一些很正常的西班牙餐廳 但它的食物質素也是很高 因為它本身的主廚是卡特蘭的人 它經常會講解它的crisin 其實在西班牙裡是有些不同的 和它是西班牙的地方 對 可能它的碟牌煮出來是有些不同的 它會有它的要求 明白 途中應該是crystal bread 再加番茄和橄欖油 對 這是很簡單的食物 但很好吃 但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以前香港很難找到那些叫crystal bread 現在終於有bacery做到了 香港 就變成工業商 即是已經可以驚訝給大家 對 好像終於做到了 下一張照片就是西班牙火腿 這裡有很多款 它現場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哪隻火腿 不定時的 它會轉的 對 對 下一張照片有一個豬肉 這個是cycling pig 哇 它是很豐富的一碟東西 而且真的是淡淡肉 是 燒豬肉 西班牙燒豬肉 跟東方的燒豬肉有些相似 但它吃法有些不同 譬如配菜、配汁 各方面 亦有南瓜的醬用 是 下一個就是扒娜娜姐 大鑊飯 我很喜歡這隻蜜汁味 蜜汁 蜜魚汁 超棒 這個蜜魚汁它也很 因為它又用蝦又用蜆 它那個海鮮味很濃 那這間餐廳如果你吃晚餐 每人要多少錢下樓 500元左右 都可以 8至600元 因為這樣看東西真材實料 是 而且這個扒娜很大份 那要多少人吃 四個人 四個人 起碼 起碼 所以都ok 而且小店 跟一些連鎖或集團式經營有些不同 是 但這間餐廳也是很酷 預先訂位 預先訂位 現在真的要 我試過很多次walk-in都沒有位 下一間好笑 有兩間燒尾店 我想知道你平時的生活是怎樣 不是什麼 而是大家很想吃的東西 是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吃燒尾的 這東西是真心的 真的 但現在真的 你一兩年 你不覺得那些人對於叉燒 那些東西 討論程度是認真了很多 很高了 是 大家都很有閒 關注了 然後我們看下一個file 就是富豪燒立飯店 其實富豪這些名字是很普遍的 很難聽到這間店 那這間呢 因為我看到石門也有一間富豪燒立飯店 這間沒有關係 不是 它是同一間 同一間來的 是的 石門那間就是飯店 這一間就是一間燒尾的餐廳 明白 但是同一個老闆 同一個老闆 石門那間就有菜 真的是一間中菜去做 哦 明白 是的 但是它的燒尾是石門那邊燒的 哦 它有爐 還有爐 那張真的不得了 那張燒鵝就給的 是 那張照片真的太過分了 它是賣黑椒燒鵝做招牌菜 那我一開始 其實我沒有正正吃過黑椒燒鵝 我都沒有吃過 別人是在澳門流傳過來的 我不知道澳門那邊正宗是怎樣的 但是我吃完這個 我就真的覺得 它的醬汁和燒鵝是很配合的 即是你吃過這麼多五星級酒店的中菜的燒味 是的 因為它這個很有衝擊的味道 你吃完可能你吃燒鵝 平時可能比較悶 吃來吃去都是這樣 很似曾相識的味道 但是它的配搭連醬汁 真的很容易吃完整碗飯 Oh my God 這個半隻燒鵝應該是嗎 是的 嘩 它的腿很大 是的 我通常就去吃它的燒鵝和叉燒 明白 再下一間我們可以快說一下 因為說的是燒鵝 燒辣粉麵店 那這個是叉燒 跟剛才那間的叉燒比呢 這間的叉燒會再軟一點 軟一點 肉軟一點 還有肥一點 我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是粉來的 是的 為什麼這麼多叉燒 是你特別加的 沒有啊 你叫就是這樣 嘩 蓋了所有粉 如果你叫它 其實這間燒鵝也有名 但如果你叫它的叉燒 你會發現它的叉燒好像好吃很多 所以如果燒我就吃剛才那間 是的 那這間的波記就吃它叉燒就可以了 嘩 正